欢迎大家观看JavaScript开发系列课程之变量 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变量的用法 我们先来看一个视力 这个视力的运行效果 就是先让用户输入一个数 稍微有点慢 大家看这 它提示先输入一个数 我输一个50 点击确定之后 它又让输入第二个数 我再输一个50 然后我点击确定 大家看它给咱们显示了这两个数的合100 那大家想一下 我们实现这个功能 其实很简单 思路就是第一步先让用户输入一个数 第二步再让用户输入另一个数 最后再对这两个数求合 但是大家想一下 我们最后在对这两个数求合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到前面用户输入的两个数 那前面用户输入的这两个数 我们是不是需要存储一下 是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如何实现对这两个数的存储呢 来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让用户输入第一个数 这个实现的功能呢 咱们 大家先别管它 在GNS当中呢 我们用这个Prompt来实现 然后呢 给用户一个提示 输入第一个数 这是第一步完成了 第二步呢 一样是吧 复制一下 我们改一下就行了 输入第二个数 第三步呢 就是对这两个数求合 那大家想一下 我们怎么用这两个数呢 对吧 我第一个输入的数 我们去拿找 第二个输入的数 去拿找 所以说呢 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就要用变量 我们可以把用户输入 在这输入的第一个数 给它存储起来 怎么存呢 定义一个变量 定义变量的方式 VAR 然后面呢 其实就是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变量M 那么用户在这输入的这个数 就存储到了变量M当中 同样 用户输入的第二个数 咱们再存储到 另外一个变量当中 最后我们再对这M和N中的 这两个数进行求合 再显示一下 我们用alert显示一下 然后呢 注意 直接M加N 这样是不行的啊 因为用户输入的这个数呢 它是看成字符串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要用Path Int 给它转换一下 这个大家没用过 没关系啊 Path Int 把用户输入的这个 字符串 给它转换成 整形的数据 这样呢 就是再对这两个数 进行求合 好的 咱们来运行一下 输入第一个数 我输一个50 点击确定 又让输入第二个数 我再输一个50 点击确定 最后给咱们显示了100 啊 那么 回来再看一下 这里面 我们要想 嗯 把前面 输入的数据 在后面来使用的话 我们就需要定义变量 也就是说 变量就是用来存储 程序当中用到的数据的 很简单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 变量的特点 变量的特点 你比如说 我M复制为什么 23 咱们在这儿 再显示一下M 运行 我输入50 那么这个时候 M里面存放的是50 啊 我再输第二个 再输一个50 点击确定 输入显示100之后 再看显示的是23 但是我M里面 输入的是50 啊 所以这就是变量的 第一个特点 当我改变了M中 存放的这个数之后呢 它是显示的是 我改变之后的数 这就说明什么呢 变量里面 只能存放一个数 那么23呢 是咱们后来 给它存储的数据 所以说就把前面 存储的这个数据 给覆盖掉了 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一个变量 只能存储一个数 啊 这是变量的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这个同时 大家就能看出来了 变量里面 存储的数据 是可以改变的 那在这儿 咱们是接收的是 用户输入的一个数 在这儿呢 我又给它改成什么 23了 这说明变量里面的数 是可以改变的 啊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 咱们就来理解一下变量的作用 其实变量很简单 它就是用来存储程序当中的数据的 你需要存储什么数了 你就定一个变量就行了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GIS当中定义变量的方式 用的是这个关键字 这个我们称为关键字啊 VAR VAR啊 统一使用它来定义 好 下面呢 咱们就看一下变量的 命名规则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变量的定义 不能是什么 随便起名的啊 它也有它的规则 我们看一下 首先 这个名字 必须是由字母 数字下滑线 以及刀勒符号组成的 除此之外 不能包括 第二点 我们这个名字 不能以数字开头 你比如说 我起了个变量名 叫6A 这个是错误的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以下滑线开头 这是可以的啊 只要你不以数字开头 而且 你是由字母 数字下滑线 以及$4组成的 这个就行了 那再比如说 这个以$4开头的 这个变量名 这也是合法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GIS当中 变量名是严格区分 大小写的 你想写的这个NUM 是一个 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 叫NUM 那么又定一个大写的NUM 这是两个不同的变量 啊 还有一点就是 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不能和GIS中的 关键字同名 比如说 这个VAR 是咱们用来定义变量的 那么它的含义 就是定义变量了 你不能定一个变量 也叫VAR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GIS当中 有很多的关键字 咱们大家 边学呢 边记就行了啊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